冬天和春天是水痘的耗发季节 误诊成了肠病毒 差一点要了命 而这个季节呢 天气变化很大 一不小心就会感冒 如果出现了咳嗽 发烧 头痛 类流感的症状 要赶快的就医 光是上个星期 就有35起的流感病症 是流感最高峰 有民众延误就医 病发了8天就过世了 咳嗽 咳不停 流感一来急性发烧 喉咙痛 症状明显 甚至瘫软无力 光是上个星期 国内一口气暴增35个病例 还有两位民众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又延迟就医 导致病情恶化不治 一颗颗水泡像红豆兵 到底是水痘还是感染肠病毒 有一名10岁的小女生 长水痘被误诊为肠病毒 病情恶化拖了一个星期 刚孩子医生有看到 嘴巴里面有困扬 以为它是肠病毒 他觉得疹子越长越多 那其中有一些 已经有形成水泡 那我发现呢 它就是一个水痘的病例 水痘和肠病毒位置大不同 水痘大多在头部驱赶 肠病毒则出现在四肢的末端 以及喉咙较深的地方 那水痘连身体都会有啊 你肠病毒只有手脚而已啊 不一样啊 那当然是会担心啊 对对 要提早预防 那当然是比较好啊 民国92年以前 水痘疫苗要自费 很多人都没有施打 所以近几年出现水痘症状的 多是12岁以上的大孩子 肠病毒则是5岁以下的幼童 容易感染 要是这种肺沫感染 它咳嗽啦打喷嚏啦 流鼻水这样就可以传染 或者是你摸到这个水痘病人的 是这个水泡的液体 然后你摸到嘴巴眼睛鼻子去呢 水痘肠病毒都是传染疾病 虽然现在有药物可以克服 不过还是提醒民众 出入公共场所 吃东西前务必勤洗手 避免疾病找上门 中天新闻科市长 双玉米台北采访报道